这是现在的泰国国王拉玛十世 他最爱的衣服是性感露旗小背心 无论是逛商场时 还是骑自行车时 还是在面对他的士兵时 他的性感小背心都是那么的抢眼 那他为什么如此喜欢穿性感小背心呢 这就要从他小时候说起了 拉玛十世排行老二 是拉玛九世唯一的二字 因此拉玛九世对他非常宠爱 泰国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女国王 所以他从小就知道 自己以后会成为新的国王 甚至到拉玛十世12岁了 他还不会系鞋带 需要仆人给他系鞋带 然后随着拉玛十世的长大 他开始慢慢掌握权力 他会开F16战机和直升机 甚至是波音737客机 他还亲自参与了跟泰国反政府军的战斗 1977年 25岁的拉玛十世跟自己的表妹结婚 并生了一个女儿 不过这之后不久 他就跟一个女演员好上了 并生了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1991年 拉玛十世正式跟表妹离婚 1994年 他跟那个女演员结婚了 但是两年后 拉玛十世就以女演员婚内出轨的名义 将他贬为庶人 并将他和五个孩子全部驱逐出境 2005年 拉玛十世再次结婚 不过2014年 一段录像爆出 拉玛十世强迫妻子在众人面前赤身裸体 只穿一条钉子裤 给自己的狗庆生 还趴在地上喂狗吃蛋糕 丑闻被曝光后 拉玛十世再次离婚 并将他囚禁在清迈的寺庙中 同时以他的家族涉嫌贪污的名义 将其整个家族下狱 而那条过生日的狗 也不是一般的狗 拉玛十世册封他为空军元帅 是名副其实的狗元帅 这是他与拉玛十世一起参加仪式时的照片 而在他死亡时 拉玛十世还为他举行了为期四天的葬礼 其中包括隆重的佛教仪式和火葬 这里要说一下 泰国有部法律叫大不禁法或冒犯君主法 根据这部法律 任何人都不能以任何理由 对王族做出任何侮辱性的行为 这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在任何场合说王族的坏话 对王族或王族的画像 做出某个国际通用手势 钱掉在地上了不能踩 因为上面有国王的头像 而如有违反 就会背叛最高70年的监禁 甚至就连国王的狗也算是王族 也适用于大不禁法 2015年一个27岁的泰国工人 因为在Facebook上 嘲讽拉马九世的狗而被捕 并面临长达37年的监禁 后来在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下 他最终在入狱90天后被释放 不过另一个人就没这么幸运了 还是2015年 一个48岁的泰国男子 因为在Facebook上侮辱王室 被判监禁60年 后来由于认罪良好 改判为30年 还有泰国的大不禁法 也同样适用于外国人 2011年5月 美国人戈登因为在博客上发布了 不利于泰国国王的文章而被捕 被判入狱两年半 后来在美国的压力下 一年后被特赦出狱 回到拉马十世身上 这是由于泰国的大不禁法 所以无论王室做了什么 任何人也不能对他们有任何意见 即使有意见了 也不能说出来或者表现出来 所以拉马十世的这些前妻们 只要还想在泰国混 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嘴关上 包括后来 拉马十世2019年再次结婚 以及今天两个月后就破坏了 泰国八十多年一夫一妻的传统 又娶了一个贵妃 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对她说什么 当然这些都是已经爆出来的信息 至于那些没有爆出来的 在这种绝对的权利下 会发生什么事情 那就是你我都不知道的了 所以为何拉马十世爱穿 心感小背心呢 如果我从小就成长在 一个被过度传爱的家庭 然后长大后又拥有了绝对的权利 想干嘛就干嘛 还可以随意处置别人 而且别人还不能对我表达任何不满 但我觉得会变成一个变态吧 所以喜欢穿性感小背心这种事 这是毛毛雨啊 这可能是拉马十世 所有的为人知 或者不为人知的爱好里 最为普通的一个了 话说 这是拉马九世年轻时的照片 这是拉马十世年轻时的照片 这是拉马九世年老的照片 这是拉马十世年老的照片 十世真的是九世的儿子吗 我会用这个预线 对因为你会用这张照片 但是我会用这个预线 我会用这个预线 然后就是预线 我们来用这个预线 我们来看